这里是康普堂北美 时间2021年12月22号 我们今天的人文节目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中国一词的来含意含的演变 大家可能对中国这个词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大家往往被洗脑洗成自己唯我独大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谈到了考古历史的整个过程 我们听一下 在1895年签马关条约的时候 当时李中堂去跟 我们听一下 他是不是这样 在1895年签马关条约的时候 李中堂去跟日本人跟伊藤伯文他们签条约 签条约的时候肯定各自都有title 李中堂就写说我中国咱怎样 结果当时伊藤伯文他们就不干了 说你是哪门子中国呀 你已经被遗敌给遗敌了这么多年了 我才是中国呢 这个听上去就很奇怪 今天说谁是中国 你似乎觉得这还有疑问吗 但在那会就有疑问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概念对应于一个国家的名字 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 实际上差不多到了20世纪 才把这样的一个称呼给确定为一个国家的名字 而在此之前 儒家文化他所认定的文化的高峰之地 文化的巅峰所在地 那个才叫中国 所以在近代以前 中国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最早出现 是在西周的时候 当时有个礼器 在今天被称作和尊 其中有四个字 是宅自中国 这咱们今天所看到的 中国这个说法最早的来源 当时周代要在洛阳这边设置一个政治中心 他说我要住在天下之中 一直到了20世纪 中国才从文明的最巅峰 这个文化概念 转化为具体指在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政治概念 这就明白了吗 他这里面讲到这些概念问题 政治概念 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一个政治概念 政治概念 所以大家就重开 过去严格来讲 包括国家 它也是一个地理概念 它不应该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我们今天谈到了很多 包括专题里面 好像是新闻还是专题里面 我们也讲到了 讲到了未来 包括民族 民族也是一个 一个只是一个 就是说不能够变成一个 跟国家平起平坐 那样的一个政治概念 这样的话就完全错误了 应该先回到你是一个人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被动就在这里面 你不是一个人 你后面谈这些东西 根本就没多大的意义 根本就没多大意义 甚至会全部变异掉 全部变异掉 这个我们讲到了 就是共产党故意的 要不他自己根本就搞不懂 鸡鸦猪狗 就相当于刘亚洲讲到 这边老的共产党员 老的那帮领导人都是弱智 都是一些 智商很低下的一帮人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讲的 所以我们讲 这就是流氓无产者 搞起来的东西 向我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分化 我们再强调一下 严格来讲 中国中它是一个最早是一个文化 跟着文化在一起的 就是说我有一个特征 就像你一个人有一个特征一样的 一个人有一个特征一样的 你这样一个人的一个特征 那么才跟这个东西相符 那么原来是讲到的儒家的文化 儒家的文化 它是讲到的哪里呢 就是讲到的 应该讲到的宋朝时期 到达明朝时期 后来你连那个清朝都不是你的族群了 你根本就不存在 清朝是满清是边缘来的 你怎么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再记住一点 凡是用词汇要过过脑子 不要人云亦云 更不要就是说上了贼船 上了贼船 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一起下起哄 那就显得你自己很低级 很低级 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上来洋洋傻傻的不得了 甚至拿背书的 甚至拿别人的东西 往自己头上套 一听到这玩意 他都不属于他自己的 你不属于你自己的 你交流那么多东西 听起来费劲 而且没有交流意义了 对吧 就是我们共享引进据点 拉大旗做虎皮 这些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所以严格在往上讲 这个中国应该在春秋战国 几千年前 他应该是讲到了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 那你就回到什么长安洛阳 或回到你这个炎黄的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你形成了一个小部落 形成了一个小疆域 那你可以讲教中国 或者你把整个中国 中国这块土地 说成是地球的中心 当时那个时候 他就是把自己说成地球 因为在往周边都是高原的 之类的不毛之地 所以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中心 伊甸园一样的 对吧 那时候没有伊甸园的概念 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的话 那你说他可以 你现在一看发现海洋 大陆外面海洋 大陆并不是中心 外面还有海洋 还要过去穿插交易在一起的 那你就没洗了 我们讲到这点 所以对中国的 尤其是什么叫洗脑 就是共产党给这样的定义 故意给你 不用概念给你 强行的灌输 让你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潜意识里面的一个东西 条件反射东西 那你就上当了 我们讲到这上当 我们之前也讲过 现在你首先 有一两个概念要清理掉一个 一个就是民族 民族是一种狭隘的 是一个族群的 一个扩张性的过来 它本身不具有政治意 然后你把它上升到政治意 那你就变成一个狭隘 当你倒抱着民族 你想走进世界 你根本就走不进去 人家也是个民族 你也是民族 那你就造成了人为的割裂 就在平面上面 人家是个族群 你也是个族群 然后你说你的族群 比别人伟大 那你是不是要对别人进行侵略 潜意识来讲 你就对别人就有攻击性 也就是我们唯物主义者 搞的攻击性不像那种伊斯兰教 写的那个他们的可南经里面 凡是异教徒我都要杀光 那个说法 那个是明显 我们中国呢 用了隐晦的语言 来导致你具有那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非常不好 比方满进行 非我族类必有异星 那他就是要占领人家 奴役人家 强迫人家 就这样 你比方说在家族里面 你姓张他姓王 两个势不两立 他两个本来是并列的 应该和平共处 在同样的地方 然后结果变成我最伟大 我就要把对方 姓王的要把姓张的干掉 或者姓张的要把姓王干掉 那你就变成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国 国家的国 国是一个地域概念 土地概念 你的疆域 那么过去我们讲过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概念 是因为你的经济来源 你依靠土地 哪怕你打猎 哪怕你种植农业 它都要跟你的地域关系 有关系的 所以国是这样的概念 它不带有任何的 其他的人文的概念 然后后面你就把它赋予进去 这块是我占领的 就变成了私有的土地 其实说白了 国家的国不就是私有吗 也是一个私有对吧 只是说是你这个族群所私有的 那么既然你有私有之 那你为什么在一个国里面 不推行私有之呢 他不敢 所以我们讲中国人在这个方面 是很多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 这些东西 所以他不让你言论自由 不让你去思考 你稍微一思考 他所有的这种口号都站不住脚 都站不住脚 这叫崩塌 当也就中国的这些人文 遇到了哲学以后 全面崩塌 这也是我们过去 上大学看到哲学书以后 立马就一下就清楚了 中国的所有这些口号 所有这些名词 它里面的内在本质含义 是什么情况 一清二楚 那么建构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 就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开始质疑 比方说儒家的 仁义理智性 首先质疑到这样 怎么个定义 仁义理智性 它的内涵是什么 外言是没有人做 没有人说 凭什么就说你说的就是正确的 凭什么你认为你的行为就是仁义的 别人的行为就不仁义 没法解释 所以这么一问下来 所有人都被问到 中国人 我们讲到中国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就不存在 另外还有一个中校不能两全 对于建立秩序来讲 中校不能两全两样是并列的 你非要把另一个跟你无关的人塞进去 校是家族里面的 血缘关系的 中是社会关系的 两个就是两个系统里面的 你非要放到一起 强行起来 那你就说明你这个管理系统 你这个人文系统是有巨大缺陷的 它不协调 不和谐 所以就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心理 矛盾心理就出来了一个社会问题 那你说你这个人文还是好的吗 肯定是有问题 肯定要推翻 再往深究下去 你就知道儒家的那套东西 到最终都是被 都是由一位统治者服务的 有些人就把 孔老二的某一句两句话拿过来 你说他还是这个博的 这就是你个人的想法 你形成不了体系 那么像这种大好呼吁的孩子都会说 对吧 普通一个人都会说 你形成不了体系 体系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不是你某一个的 这就说明你自己没头脑 拉大气做虎皮 到处找爹 这样的人基本上就 没有独立性的人 就不叫人 说不来了 所以还抱着这样情况 这么一说下 他就尴尬了 因为他驳不倒我们 对吧 你都不是你的东西 那你跑过来干嘛 跟我们掰呼什么东西 来争什么高低 正确不正确 你都不是你的正确的概念 你都理解不了 你只是拉大气做虎皮 那有什么意义呢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所以这一个词告诉大家了 中国的一词来源和演变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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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